在我国西藏地区流行着一种名为天藏的神秘丧藏习俗 所谓天藏就是当人去世之后 亲属或乡民们会将其遗体放置在某些特定的露天场所 任由突救着实 很多藏民认为用死者的皮囊喂养突救 是一种最尊贵的布施 体现了大乘佛教波罗密的最高境界 也就是舍身布施 不过天藏习俗并不适用于所有王者 比如自杀或是在各种事故中丧生的横死之人 就不能进行天藏 对于这类死者 家属或者乡民们往往会剥光其身上的衣物 并让他们保持盘坐的姿势 然后再用一卷白布将整个遗体包裹成类似木乃伊的形状 放置在一处朝向河流的山洞之中 以此让死者的亡灵得到安息 这种丧葬习俗被称之为洞藏 而我们今天讲述的故事 就是一桩由洞藏引发的离奇怪案 故事发生在一个名叫圣山村的偏远藏族村庄 圣山村里有一个名叫达瓦的恶棍 达瓦不务正业 平时靠着已故父母留下的一点积蓄 放贷为生 除了不务正业之外 他还有酗酒和家暴的恶习 动不动就辱骂和殴打自己的妻子卓雅 这天中午 喝醉酒的达瓦再次因一点琐事 对卓雅拳脚相加 还将吃剩的半碗稀饭 泼了卓雅一脸 发现完怒气后 达瓦就骑着摩托车前往城里浪荡 整夜都没有回家 谁知第二天上午 两名村民抬着他的尸体找到了卓雅 据两人所言 他们是今天早晨在雪山脚下 发现了满脸血污的达瓦尸体 尸体旁边还倾倒着一辆摩托车 看上去是达瓦昨夜在骑行中摔下山路意外致死 对于丈夫死于非命 卓雅脸上显露出了几分悲痛 心里却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他很快找来喇嘛 给达瓦举行了简单的葬礼 按照当地的习俗 像达瓦这种恨死之人 无法进行天葬 只能选择动葬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 负责送葬的几名村民 将被白布包裹的达瓦尸体 轮换着背到一处 朝向河流的山洞中进行安葬 就在村民们小心翼翼地安放尸体的时候 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由于垫在尸体下方的一块石头意外松动滑落 致使尸体失去平衡 当即滚下山崖 旁边的村民急忙伸手想要抓住尸身 不料只抓到了裹尸布的一角 达瓦的尸体旋即从裹尸布里 滚落出来掉下了山崖 几名村民顿时被眼前的场景惊得目瞪口呆 等到他们缓过神来 探头向山崖下方张望时 结果竟然看到一名光着身子的男子 向着圣山村的方向狂奔而去 几个人都认为是达瓦诈尸 吓得匆忙逃离了山洞 回到村子里之后 他们忙不迭地将达瓦诈尸的事 如实告诉了正在家里 招待吊艳宾客的卓雅 以及前来吃喜的村民们 中人听完几名送葬村民 绘声绘色的响述后 拳头下的慌忙离开宴席现场 纷纷回到家中 并对自家门窗进行了加固 像是担心诈尸的达瓦进屋伤人 好在当晚圣山村并未发生任何异象 不过第二天一大早 村民们惊讶地发现 达瓦的尸体竟莫名出现在了村口的马尼堆上 所谓的马尼堆 其实就是一种用石块和石板垒成的祭坛 据说有着镇压斜碎的神奇作用 村民们见此情形 更加相信是达瓦死后出现了诈尸现象 只是对方被马尼堆拦在了村口 未能进入村庄 文讯赶来的村支书小文 自然无法认同村民们的说法 小文并不是本地人 而是一名来自省城的女大学生 一年前刚刚来到圣山村担任村支书 信奉科学的他 根本不相信死去多时的人会出现诈尸现象 既然如此 肯定是有人将达瓦的尸体搬到了马尼堆上 问题是 此人为何要这么做呢 另外 宋藏村民见到的奔跑裸男又是怎么回事 为了查明真相 安抚惊慌失措的村民 小文和村长带着两名胆子比较大的村民 来到达瓦尸体坠落的山崖下方查看情况 在这里 几个人发现了一整套藏民的服饰 以及一个已经熄灭的火堆 像是一两天前 曾有村民在这里生活烤衣服 那么 这个烤衣服的人 会不会刚好目击了达瓦尸体坠落的过程呢 顺着这个思路 小文和村长等四人分头行动 开始挨家挨户 寻找遗失衣服的主人 很快 他们打听到山崖下方发现的那套藏民服饰 属于村里的一名放牛小哥 原来葬礼当天 放牛小哥在河边放牛时 不小心掉落水中 将浑身衣物浸湿 所以 他在山脚下生了一堆火 准备将潮湿的衣服烤干 那只在此过程中 他亲眼见到 一具赤裸的尸体 从天而降 掉到了他的身后 放牛小哥吓得拔腿就跑 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上 这样看来 宋藏村民看到的裸男 并非打瓦炸尸 而是受到惊吓 跑回村里的放牛小哥 此外 放牛小哥还向小文等四人 提供了一条令人震惊的线索 据他回忆 他当时看到的那具 滚落山崖的尸体 看上去好像并不是大瓦 小文等四人听了这话 历时惊出一声冷汗 难道最近几天 圣山村还发生过 另一起死亡事件吗 如果滚落山崖的尸体 不是大瓦 又会是谁呢 为了解开这些谜团 小文等四人再次来到 尸体坠落的山崖下方 这一次 他们对周围区域 进行了细致的搜寻 最终在一块石头后面 发现了另一具 光着身子的男尸 尸身上虽然布满着野兽啃咬 和脱拽的痕迹 但面部清晰可变 此人名叫桑老板 是村里倒腾木材的商贩 桑老板的腹部 有一道明显是利器 造成的致命创伤 这就意味着 他并非被野兽咬死 而是遭人杀害 眼见出了刑事案件 小文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不过圣山村地处偏僻 警察一时半会儿 还无法赶来这里 小文和村长等人 只能原地等待 在等待警察到来期间 一名男性村民 主动跑来向小文举报称 达瓦坠牙的当天 他曾亲眼见到 达瓦和另一个 名叫阿旺的村民 在山路上爆发过肢体冲突 因而 这名村民怀疑达瓦 可能不是意外坠亡 而是被阿旺推下山路摔死 从其口中 小文还得知了一段往事 据说达瓦的妻子卓雅 以前跟阿旺青梅如马 两人原本可以终成眷属 可是五年前的冬天 卓雅的父亲和哥哥 在给村里的木材商贩 桑老板当货车司机时 在一次运输木材途中 因雪天路滑 两人驾驶着卡车 滑落悬崖 双双身受重伤 危在旦夕 事故发生后 本应承担大部分责任的桑老板 不仅没有给予卓雅父亲和哥哥 任何工伤赔偿 甚至拒绝支付两人的医药费用 走投无路的卓雅 只好向平时放贷为生的达瓦 借钱给父兄智商 可惜 卓雅父亲终因伤势太重 不治身亡 他的哥哥虽然侥幸捡回一条命 却因脑部遭受重创 从而变得吃吃傻傻 卓雅和年迈的母亲顿时依靠 无力偿还达瓦的借款 早就寄予卓雅美色的达瓦成人之威 趁机逼迫卓雅嫁给自己 卓雅颇于无奈 只得答应了这门心事 就在村民向村支书小文 举报可能是阿旺行凶的同时 村长也接到了阿旺的一名 小学男同学打来的电话 据这名男同学透露 达瓦坠亡的前一晚 阿旺曾和几名同学聚餐 酒桌上 大家聊到了阿旺前女友卓雅 遭受丈夫达瓦家暴的话题 几杯酒下肚的阿旺 当时咬牙切齿的扬眼 要弄死达瓦 让卓雅彻底解脱 阿旺的这名小学男同学 在听说了达瓦的死讯后 担心真的是阿旺干了蠢事 这才给村长打来电话 说明相关情况 这样看来 阿旺确实有可能 为了替前女友卓雅出头 杀害了卓雅的丈夫达瓦 并将对方的死 伪造成了一桩意外事故 由于担心警察到来之前 阿旺会畏罪潜逃 小文和村长随后找到阿旺 希望他能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 并且不要轻举妄动 没想到 阿旺面对两人的指控 坚称自己绝没有杀人 根据他的证词 达瓦出事当天 他骑着摩托车去了一趟城里办事 原来 卓雅在嫁给达瓦后 娘家就只剩下体弱多病的母亲 和痴痴傻傻的哥哥相依为命 为了解决母亲和哥哥的温饱问题 卓雅给两人申请了滴保 阿旺因跟卓雅以前的关系 平日里对卓雅的母亲和哥哥多有照顾 事发当天 他进城就是帮卓雅询问滴保申请的进度 在得知卓雅的申请 已经通过相关部门的审核后 阿旺兴奋地骑着摩托车返回村里 想要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卓雅 结果在半路上 撞见了正打算进城的达瓦 达瓦的摩托车当时出了故障 停靠在路边 将阿旺骑车迎面而来 达瓦直接上前将他拦下 并强行要求与其交换摩托车 阿旺自然没有理会达瓦的无理要求 两人因此爆发了肢体冲突 达瓦蛮横地踢翻了阿旺的摩托车 阿旺不愿与他多做纠缠 在打了达瓦一拳后 就扶起自己的摩托车 然后骑车离开 他十分确定 自己在离开时达瓦还活着 小文和村长对阿旺的说辞将行将疑 更让两人疑惑的是 达瓦的尸体在下葬时 怎么会无端变成了桑老板的尸体呢 不料 阿旺在听到桑老板的名字后 脸上明显闪过一丝慌乱 小文注意到了他的异常 随即对他展开心理共识 阿旺没能扛住小文的不断逼问 终于坦白了另一段引擎 事发当天 在结束与达瓦的冲突回到村里后 阿旺静止去了卓雅的家里 想要将低保申请通过的事告诉卓雅 哪知他刚走进卓雅的家门 就看到桑老板正意图侵犯卓雅 惊急之下 阿旺抄起屋内的一把菜刀 当场刺死了桑老板 而后草草清理了现场 将尸体暂时藏进了卓雅家的柴房 由于桑老板是生意人 经常好多天不回家 因而他的家人一时半会儿 不会发现他的死亡 阿旺只要想办法处理掉尸体 或许就能掩盖自己的杀人罪行 哪知他还没想到处理尸体的办法 就得知了达瓦意外坠亡的消息 当时的阿旺精神处于极度恐慌的状态 急于想要尽快处理掉桑老板的尸体 为此他居然用桑老板的尸体 调换了即将动脏的达瓦尸体 在阿旺看来 只要没人知道桑老板已死 他的杀人罪行自然也就不会暴露 可是让他始料未及的是 送葬的村民在动脏尸体过程中出现了纰漏 不小心将尸体掉下了山崖 而这一幕又刚好被正在烤衣服的放牛小哥目击 放牛小哥下得没来得及穿衣服便撒腿就跑 以至于送葬的村民误以为是打瓦炸尸 没敢再下山去寻找尸体 阿旺在得知消息后又心生一击 他先是来到山崖下方 将桑老板的尸体拖到一处隐蔽的石头后面藏了起来 想必过不了几天 这具尸体就会被野兽吃得一干二净 紧接着 阿旺趁着夜色将原本藏在卓雅家的达瓦尸体 搬到了村口的马尼堆上 企图以此坐实达瓦诈尸的传闻 这样一来 等于是完美处理掉了两具尸体 但是 令阿旺万万没想到的是 放牛小哥目击了尸体掉落山崖的过程 并怀疑这具尸体不是达瓦 从而让阿旺的计划功亏一篑 听完阿旺交代完罪行之后 小文和村长让邻居将其看住 然后两人找到卓雅 向其求证阿旺的供词 出人意料的是 卓雅经一口咬定 是自己杀死了桑老板 并且想出了偷粮换柱的抛尸计划 阿旺只是为了保护他 才帮忙转移了尸体 见阿旺和卓雅各执一词 居然抢着认罪 小文和村长一时之间也无法判断 究竟谁是真凶 两人决定等到警察来了再说 不过为了安抚受惊的村民 小文将大伙召集到卓雅家的院子里 向他们讲明了实情 强调根本不存在什么诈尸现象 不料他的话音刚落 卓雅的傻哥哥 身上突然响起手机铃声 只见他乐呵呵地从口袋里 摸出一款昂贵的新手机 有模有样地接听起来 很明显 这部新手机肯定不是卓雅哥哥的物品 旁边的村长见此情景 一把夺过手机 结果发现 这部手机的主人竟是桑老板 令人惊喜的是 桑老板的手机里存储着一段视频 清楚地记录着他的死因 原来案发当天 达瓦因琐事再次对卓雅实施了家暴 还将一碗稀饭泼到他的脸上 等到达瓦离开家门后 卓雅脱下外套 想要清理上面的稀饭残渣 恰在此时 桑老板刚好路过卓雅的门口 这或先是将自己新买的手机 放在窗台上 对着屋内按下录制键 而后闯入屋内 意图玷污卓雅 在桑老板看来 只要录下自己侵犯卓雅的视频 以后就可以用这段视频 胁迫卓雅 让其为所欲为 好在他尚未得手 就被及时赶来的阿旺制止 恼羞成怒的桑老板 随即抄起桌上的一把菜刀 恐吓阿旺和卓雅 不要将自己今天 强奸未遂的罪行说出去 双方在推葬过程中 桑老板一个猎且 踩在地上的稀饭残渣上 滑倒在地 他手里的菜刀不偏不倚 堪堪刺中自己的要害部位 当场领了盒饭 就在阿旺和卓雅 慌里慌张地将桑老板的尸体 拖到柴房掩藏的时候 卓雅的傻哥哥 意外发现了窗台上正在录制视频的新手机 便将之占为己有 也就说阿旺和卓雅 都不算是杀死桑老板的真凶 如果走正当的法律程序 两人很可能会被判正当防卫 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既然如此 两人又为何想出偷梁换柱的奇葩方法 非法移动和藏匿尸体 并抢着任下杀人重罪呢 在小文和村长的一再追问下 卓雅只好说出了自己无奈的理由 原来他和阿旺担心 警方不相信桑老板的死是个意外 这样的话 两人肯定会被当成嫌疑人 而卓雅给母亲和哥哥申请的滴保 刚刚通过相关部门的审核 卓雅害怕 自己一旦涉案 可能会导致母亲和哥哥的滴保资格被取消 所以 他和阿旺才冒险处理了桑老板的尸体 至于两人抢着任罪 都只是不想连累对方 听完卓雅的这番供词 小文和村长心里无谓杂陈 不久 警方终于赶到了圣山村 经过调查 达瓦却系因雪天路滑 在推车过程中 意外坠下山路摔死 阿旺虽然没有直接杀死桑老板 但由于是其推丧 导致桑老板意外身亡 加上他和卓雅存在移动和藏匿尸体的非法行为 两人恐怕都将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期的故事来自于2021年上映的一部冷门国产悬疑篇 圣山村迷剧 影片采用了新迷宫式的非线性叙事结构 题材也相当不错 不过可惜的是 故事本身的逻辑存在重大漏洞 比如阿旺和卓雅调换尸体 其实并不能达到掩盖罪行的目的 因为即便成功 处理了桑老板的尸体 达瓦的尸体倘若被人发现 两人同样无法向外人交代 而如果能轻易地将达瓦的尸体处理掉 那么又根本不需要调换尸体 除了这个漏洞之外 大家如果还发现 这部影片其他不合逻辑的地方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好啦 今天就到这里吧 喜欢嫌疑犯罪和惊悚片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